说到历史上有名的皇帝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家喻户晓的 他们在位时治国的严谨 当时人们生活的安宁都是史上少见的 正因如此 他们的名声才会流传千古 除去打下江山的康熙不说 后来的乾隆能够挤身著名皇帝之列 除去他自身的才学之外 与他天生的命格也有一定关系 当然和他得到的机遇更分不开 康熙帝一共有97个孙子 他自己因为国事繁忙 见过的孙子也不过一半 因此这些皇孙想要让康熙注意到自己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在皇家 为了争夺权力斗得你死我活的并不少见 各种一谋诡计其上阵 在众多的皇家后裔中 才学出众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能得到机遇的人却并不多 说起来乾隆之所以顺利登上皇位 皆因为他有一个明智的爹 在康熙61年的春天 圆明园的牡丹开得轰轰烈烈 这对于庸亲王来说 是一个邀请康熙到自家赏花的好机会 于是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赏花 康熙同意了 非常高兴地前往 康熙为什么会那么给庸亲王面子呢 其实也和庸亲王的低调为人分不开 在康熙众多的儿子中 几乎所有人都对皇位表现出赤裸裸的狂热 为了夺得皇位 无所不用其极 为此连兄弟情谊也顾不上了 但庸亲王却非常与众不同 他从不把皇位看在眼里 平时就喜欢读书写字 研究佛法 生活过得平安祥和 但他的能力却非常强 但凡康熙安排给他的工作 比如清查贪官 安排皇宫 各种礼仪大事等 他都能够圆满完成 所以他在康熙心中 其实是非常有分量的 因此 庸亲王一邀请 康熙就很给他面子的来了 庸亲王明着是请康熙来赏花 其实暗地里是叫他来赏人的 还有两个儿子 书读的不错 特别是弘历 当时已十二岁 长得眉清目秀 聪明敏捷 其表现出众 庸亲王就想把他推荐给皇帝 就是这一件 令康熙对弘历一见钟情了 十二岁的弘历 表现得非常成熟老道 面对老皇帝也不慌不忙 兵兵有礼 诗书读得好 人长得更是眉清目秀 他当局决定 要带弘历回宫养育 这对于乾隆来说 是他向皇位迈出的一大步 如果单只是这样 乾隆要登上皇位 估计还没那么顺利 更奇的是 他的命格 让老皇帝康熙最终选定他 作为接班人 当时 城里有个出名的算命先生 康熙对他的本事很是看重 于是命年公瑶 拿着弘历的八字去给他算 后来果然算出弘历的命格 与众不同 是大富大贵的命 算命先生 批他将来必定子孙众多 妻子贤能 他本人也寿原高寿 如此的顺命 在众多皇子兄中是非常少见的 因此 这一算 又给弘历登上皇位 加上了一个筹码 有此可见 乾隆得以登上皇位 一是和他身份分不开 二是他有一个明智的爹 会为他创造机遇 三是他本身的才学 四是因为他的命格 这几项缺一不可 对于夜人无数的康熙来说 要找到具有如此之多的优点继承人 实属不易 所以乾隆才最终成为九五之尊